所以这个大陆的教育 跟这个大陆的工作方法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很善于制定发展规划 五年十年的 大批量的 我说大陆现在是家大业大体量大 所以就是有一点像那个 我觉得特别像那个东北的那个粮仓的那种 很大的那个大型的那个 那个那个收割机 或者是过种机 然后那个几千亩几亿亩的 这么开过去的那种大快速的 我说是普及的力度发展的速度 培养人才的数量 这是世界第一 那么所以大陆的优势简单的说 就是很善于做大 很善于用集体的团结的凝聚的共识 贯彻执行 然后一竿子插到底 一直插到基层 台湾的教育还有许多的优势 可以在大陆继续找到合作发展的前景 比如说我觉得新学科领域的研发 新技术 美学教育 就是比较多元的 多样的这样的课程的开发 台湾依然有很大的优势 前景是很广阔的 所以我觉得两岸的教育领域的合作 应该成为两岸在继续扩大 交流合作领域里面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